Hello 大家好 这里是RPV 我是Marco 欢迎来到Marco说球 今天让我们一起来聊聊于根伟 于根伟所属的年代是中国近20年来人才辈出的年代 很多球迷只能记住马明宇 李铁 孙姬海等中国足球民宿 却很少有人提起于根伟 作为天津足球旗帜性球员 于根伟的职业生涯更多是在天津度过 一人一座城的场景在中国足坛很少见 于根伟踢球的特点非常鲜明 他的球伤非常的高 脚下技术非常不错 速度也很快 射门能力也非常强 这是目前国内球员所无法具备的 近20多年来 许多球迷们都会认为 国足封线无力很大原因是前锋问题 的确 我们的前锋射门能力和把握机会能力方面都非常的欠缺 但我们是否会想过国足在比赛中到底能获得几次威胁进攻 答案很简单 没有几次 那么这很大原因都是因为我们中前场球员组织能力不行 更直接的来说 我们前腰的水平不行 如果现阶段国内球员有于根伟的能力和水平 那么国足整体水平应该会提高好几个打次 02年式杯阵容中 要不是米如非常喜欢奇红 于根伟根本没有必要 总是以替补的身份出现在赛场上 单从综合能力方面来看 齐红的唯一优势就是灵性比于根伟强 从精神属性上来看 齐红根伟根本没办法与于根伟来对比 2001年 世界杯预选赛就是依靠于根伟的这类进球 让中国国家队有惊无险的闯入02年韩日世界杯 许多老球迷至今无法忘记在沈阳无理河球场于根伟打落的这一金字般的进球 对于于根伟来说 职业生涯最可惜的是受到伤病的困扰 由于中国足球体系不够完善 球员们对于伤病的危害并不熟知 导致伤情 延误 二度受伤等非常不职业的行为 于于根伟身上不满伤痕 但他往往都是靠一己之力将泰达从宝级边缘拉回来 曾经扬臣向记者阐述 如果于根伟没有受到伤病的困扰 他将成为中国最好的球员 但事实却是证明于根伟带着伤病 依然可以为中国足球和泰达做出巨大的贡献 能力出众的他也是一个有情有义的真汉子 那时他的水平和能力被国内豪门乃至南美豪门所认可 多次邀约他都被他的拒绝 因为他非常的感恩泰达的养育 他坚信如果没有泰达的培养 他无法达到如今的高度 为了泰达乃至中国足球 即便投破血流 他也会绑着绷带继续上场 哪怕拖着一条残腿 他也会战斗到最后一刻 这样的精神值得中国所有球员来学习 其实中国球迷并不在乎 国足踢得好而踢得坏 他们更看重国足能够踢出中国精神 OK 这里是SALU TV 我是Marco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请点个关注 或者在评论区留下你独到的见解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